各位觀眾一起來關心前桃園市長鄭文燦涉潭事件 在今天桃園地檢將再開機壓停 不過對於後續的政治效應是非常的大 包括像是行政院長卓榮泰也提到了這件事情 現在聽一下他的最新回應 我們同時願意再度的重申 不論黨派不論何人 只要涉及不法都應該全面的爭辦 這個是政府基本的態度 所以檢調單位跟法院現在正在做最後的一個處理 跟決定當中 我們靜待司法的釐清 也靜待司法的結果 至於其他的黨部有黨部的機制 我們也尊重 但是行政院應該向國人表示的是 我們希望在誤法誤眾的這個情況底下 整個檢調的進行跟法院的進行 能夠謹速的讓他做一個 足以跟人民做一個交代的一個過程 那麼讓司法事件能夠盡早的釐清 好 另外像是民進黨的廉政委員會 在昨天也開會 表示說如果遭到羈押的話 鄭文燦就會停權三年 另外針對的是台南漁會理事長林士傑的事件 他在住家前面遭到槍殺 對此今天卓榮泰來到立法院之前 也表示說就在剛剛他也召集了 向法務部長 內政部長等等來開治安會報 提到說這件事件是現在重大優先處理事件 希望可以趕快給國人一個交代 以上現場最近情形先把時間交換棚內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淨善淨美 淨好新聞 提到婚恩 您好詞 ortofofofo 感谢观看